大家好 我是阿龙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犬上的这些狗用的犬粮 然后这些犬粮是三种 都是咱自己的配方 然后让这个厂家给咱代加工的 就是加工完以后给咱发过来了 然后这种 这种是这个 成犬粮也算是通用粮 就是幼犬的就是三个月以上的幼犬 还有这个成犬都可以用 这个里面是添加了20%的鲜肉 这个就是鸡肉 算是鸡肉粮 然后这种就是油性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比较深一些 这是添加了40%的这个鲜肉 也是鸡肉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油性 然后这两款呢 都是这个通用的 就是成年犬和幼犬都能用的 现在妞妞用的就是这个 含着这个低蛋白的这种 因为它那个小股小嘛 刚断奶的时候 不要为了蛋白够高了也不行 就是奶粉配的这个狗粮 然后现在全家的大种呢 就是吃的就是这两种嘛 一个是鸡肉的一个是牛肉的 这个是呢就是牛肉 牛肉粮 就是这种大颗粒的吧 这个口感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这个犬呢 我犬上的这些狗呢 有吃这些犬粮 全部吃了一个月了 其他的什么也没胃 这个这个这个试口性啊 还是蛮可以的 嗯 哦 然后 黑豹呢 就是一直吃的是这种 这个 就是这种 黑的这个牛肉粮 这个这个也不是说成本也不算太高吧 啊 等我呢 咱可以看看 嗯 吃的也有一个多月了 那个 那个 长的是非常的光滑 而且呢 这个 腰也是比较的 粗了 啊 这些犬粮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啊 啊 啊 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两种犬粮 一个是牛肉的 一个是 鸡肉的 这个 这些呢 也都是鲜肉 嗯 这个鸡肉呢 就是含百分之四十吧 然后这个牛肉的是含百分之三十的 啊 这个 还 还不错 你们有需要的 可以 呃 试用一下 啊 等会儿呢 带大家 去看看 嗯 看看我犬上的这些 成年犬和幼犬 走吧 然后这个是 黑妹 黑妹跟黑豹呢 这个 都用的 都是那个 牛肉粮 大颗粒 那个牛肉粮 嗯 然后 这个是全 全全种粮嘛 现在 黑妹 还原一个月了 不知道 还没还上 这个 这个 这个体型 保持的 特别棒 然后 这是咱家这个黑豹 黑豹也是 连续用了一个多月 这个全粮了 好了 啥 来 来 啥啥 啥啥 这回在午休啊 这回在午休啊 浑身都是肌肉 然后 然后 这边是灵珠 呃 灵珠呢 灵珠跟 这个 这边这条丢拱呢 用的都是 这个 呃 很40% 鲜肉的 那一款 量 这个全粮 再说实在的 是绝对不错 这个普加 也属于这个猎犬 打猎打斗的全 啊 这体型还是 完全可以的 啊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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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就是这一个月啊 观察他们的这个 粪便啊 这个犬粮里边 那个那个 吸收还是比较不错的 可以 可以 呃 然后这边还有三条 六犬 没有给朋友发走 然后这 这三条 又犬现在有四个多月了 用的是 这也是这个 含40%的那个 犬粮 这效果还是 蛮不错的 这个 是叮当 叮当用的是牛肉粮 跟黑豹用的都一样的 这体型也是 非常不错 好 好 这条是幻影啊 嗯 幻影呢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这两款 这个 鸡肉粮 也没有给他用这个 这这两款呢 这个鸡肉粮呢 看他的这个排便 这个大便也是比较的这个干 因为这个 这个犬粮啊 还是好吸收的 好欢迎 好 行了 你们有需要这个犬粮呢 啊 可以到时候试用一下 看来效果怎么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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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